您好 欢迎收看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陈湘怡 但您关心0403花莲地震后 桃源市大西区三元市场 被市政府判定为围楼 并且开立了红单 由于所有权人没有在期限内来改善 所以市府4月16号启动了代差作业 原定一个月的宫期 现在已经是提前完成了 期盼能够让当地的民众回归正常生活 0403花莲墙震 让有着40年历史的大西三元市场 整体的梁柱军列倾斜 经济师判定为围楼之后 市府在所有权人没有改善作为的状况下 4月16号启动代差 原定一个月的施工期已经提前完工 我们马上给区分所有权人 一个合理的期限自行拆除 但经过我们调查的结果发觉 区分所有权人达到70多人 所以几乎不可能有共事的前提之下 然后我们就依照相关的规定 带为旅行拆除的业务 那原先预地需要一个月 那因为周遭的民众 那个影响相当的大 那在这里特别感谢周遭民众的体谅跟谅解 市府提前将市场拆除 当地民众非常有感 因为三元市场的土地产权复杂 在没有达成共事前 确实难以动工 市府积极处理解决安全的问题 也让周边的地区民众能够安心居住 很好因为这个安全问题啊 真的就是这样子 而且很快猜得很快 然后他们来猜的那个功能 还有也很客气啊 针对镇后安居建管处未来将对 红黄单的住户 召开宣导的说明会 提供住户中央市府补助方案咨询 并说明解除贴单的程序 住宅处也会召开辅导说明会 主动协助当地住户安家计划